一幅幅黑白摄影捕捉逆风少年的身影 密密麻麻的文字写满对家人的思念 法务部逆风少年异动青春特展 规划六大展区 包括青春显影、自画像、刺绣重生、书信互动区 接见式互动体验空间以及艺术创作等 呈现少年的生命故事 也让民众透过不同的途径认识矫正少年 这个六个展区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是摄影作品 那这个摄影作品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在六年前 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替代艺男叫卢德珍 那他很特别 就是跟这些少年们有非常好的互动 那他们就觉得说 少年们这一段时间 如果依照法律上来说 他们这些记录是要被抹去的 但是他觉得青春好像这样 没有留下什么很可惜 所以他们就跟他们沟通 然后所以跟他们做了一些拍摄 其中有一个是在我们大的展区 然后有看到一个小朋友 就是把自己脸遮住 那这张照片呢很有意思 我也是听他们学校老师在讲 然后这个小朋友在描述说 他在进来前 然后跟爸爸关系很不好 然后进来之后 也自己有很多的烦心 然后他说他很想跟爸爸说 爸爸我爱你 讲完之后他自己很害羞 就把脸遮起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每一张照片 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看 慢慢体会来细细观赏 那另外一区的部分呢 就有小朋友的自画像 那这自画像的部分就是我们四所矫正学校 然后他们在上一些艺术课程的时候 然后老师让他们做的自画像 那这自画像他们有的是用点画 有的是用板画 然后有的是用水彩画 那我觉得等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小朋友在里面 他怎么样去描绘自己 那小朋友很多其实非常有艺术天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手册 甚至在我们的宣传的博射上 就有一个画像 大家以为是我们去引用的谁的话 没有就是小朋友的画 他当成我们这一次展出的logo我觉得非常的吸睛 那大家也可以来体会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块是刺绣区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有刺绣区呢 因为现在时下年轻人很多人就是手上会有一些刺青 那但是如果说他们想要挥别过去 有些小朋友他会想要把这些上面的刺青把它去除掉 但是去除刺青是一个非常疼痛的过程 那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怎么样去 因为如果要除去的话 就会好像那个绣 就像刺绣那个一点一点会凸起来 那就有点像刺绣的感觉 那学校老师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让小朋友再除去这些刺青的 这些图像之前 让他把他那个图像换成是刺绣的图样 把它留存一个纪念 然后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展区 那还有一个展区是Inner Voice Inner Voice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小朋友是 没有经过那样子矫正学校的这样子的经历 那里面我们收入了非常多 他们从早上起来 然后他们参与一些学校的活动 比如说他们有咖啡豆的学习 球类的学习 然后或者是开门关门声 或者是起床的一些音乐 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听听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还有一区呢 是针对我们矫正学校改制前后的不同变化 总共有四个阶段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事迹的图 是在场上大家可以去观览 然后最后一区是学艺烦不烦 那那个部分就可以看到也有陶艺的作品 然后也有用乒乓球拍做的艺术品 那非常的多元 副司长谷慧珍表示 少年服务院在108年改制为矫正学校 让每位学生接受108课纲课程及技能训练外 也有机会接触艺术教育 展览中可以看见青少年如何透过艺术探索自我 学习沟通 加强自我认同与重塑自信 法务部这几年来在司法改革 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善 那其中有一块的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是针对这个少年服务院 改制成矫正学校的部分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尤其在111年110年8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学校都已经全部变成矫正学校 那现在有敦品 城镇 励志跟名阳四所矫正学校 那其实在改制之后 学校有非常多的改变 包括它跟108年的课纲结合 那也增加了非常多元以及不同的课程 那其中比较明显的部分是 他们结合了艺术教育的课程 那为什么想要举办这样一个策展 就回想到去年12月的时候 励志中学举办了一个爱的团圆饭 在爱的团圆饭里面 我们看到小朋友的改变 也看到励志口勤队 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变化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矫正学校的转变 以及这些少年们在里面的努力 我们这个策展就是希望可以走入社区 让更多人可以知道 我们矫正学校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些少年人也不是大家想的都这么坏 那也许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迷失了自己 但是我相信你跟我都可以成为 他生命中的贵人 可以帮他撑一把伞 我们可以一起走过 我会觉得说 其实小朋友在整个艺术教育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自我的一种心灵的陶冶 那甚至是一个自我的省思 其实人有时候其实他当他在沉淀下来之后 他其实会慢慢的回想 自己到底做对还是做错 其实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们 也许他们可能不是很懂得表达 但是透过艺术 不论是在画画或者是创作 甚至他们有云门舞集 这些舞蹈的课程里面 其实都是一种对于自我一种 另外一种探索 以及另外一种沉淀 逆风少年异动青春特展 即日起在中国文化大学 推广教育部大夏一郎 展出到9月14号 邀请社会大众透过不同艺术形式 看见少年们背后富含人性温度的故事 感受生命的美丽与深邃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请订阅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